第二步 伟大的实验开始了 第十三章 一世的实验 练习接受生命之流 呈现在眼前的任何事物 到目前为止 我整条通往内在自由的路 都聚焦在静心上 这是我寻求被深度的平静 和安装充满的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发挥了作用 我可以盘着腿坐上几个钟 让美好的能量流带着我向上升 但是我无法突破到一个 我一心向往的境界 再者 一旦我站起身活动 个人心智就总是会回来 我需要协助 而这份帮助 某一日在顿午之中出现了 我突然想到 我或者一直用错了方法 与其透过持续要求 心智安静下来 好释放自己 或者我应该要问的是 我的心智为什么这么活跃呢 腦内那把不停的声音 背后有什么动机呢 如果去除那个动机 挣扎就会结束了 这份领悟开启了一道门 令我的修行通往全身移轻 令人兴奋的次元 往内探索的时候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 是我多数的心智活动 都围绕着我喜欢和不喜欢打转 如果我的心智偏爱 又或者排斥某一样东西 它就会热烈地说不定 我可以体见 就是这些心理偏好 创造了不停的对话 一直不停地说 要如何控制我生活中的每一样事物 为了令自己摆脱这些一切 我做了很大胆的尝试 我决定不再听从那些 谈论个人喜好的吵杂声 并且展开一项 有意义地接受生命之流 呈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事物 这样的修行 或者这样的改变焦点 会令内在的声音安静下来 我从非常简单的事情 展开这项新的修行 天气 我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 那下雨就由它下雨 好天就由它好天 而完全不加以抱怨 很明显 我的心智做不到 为什么今天就是要下雨 我不希望下雨的时候 就确实会下雨 它有整个礼拜可以下雨 真的不公平 我直接将这些无意义的噪音转换成 哇 你看我景色多漂亮 下雨 我发现 这一行练习接受的修行效果非常强大 确实令我的心智静了下来 就是这样 我决定挑战极限 扩大我学习接受的事件范围 我清楚记得自己那时决定 以后如果生命以某种方式呈现 而我抗拒的唯一理由是出于个人喜好的话 我就放开自己的好户 让生命做主 毫无疑问 这些对我来说 好像一个未知的水域 我会去到哪儿呢 如果没有我的喜好带领我 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些问题都没有吓到我 反而迷住了我 我不想主宰自己的生命 而是想要自由地非常到自我之爱 我开始将这样视为一项伟大的实验 如果我内心放弃抗拒 让生命之流做主 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项实验的规则非常简单 如果生命将各种事件带到我面前 我会当它们是要带我超脱自我 如果我的个人自我开始抱怨 我会利用每个机会放手给它离开 神福于生命呈现给我的事物 这个就是我所谓神福实验的由来 而我也准备了 等着看这个实验会将我带到哪儿 你或者会认为只有傻的才会做这个决定 但是事实上 我已经体验过生命之流做的一些惊人的事 我亲眼见证自己放手之后发生的一切 微小的事件引领我去到墨西哥 一个不知名的山幽 之后又带领我获得 跟那些墨西哥村民相处的美妙经验 回到美国之后 我被引领到自己这片美丽的土地 然后看看这间屋发生什么事 我原本只是想起一间简单的屋子 最后变成一项出人意道的风石体验 我很清楚 我并没有做这些事 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 事实上 如果我没有写起最初的抗拒心理 相信这些事没有一件会发生 我大半身的时间都认为 自己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 但是生命本身似乎知道得更清楚 我现在要最大程度地测试那个 非随机性的假设 我愿意冒险窄息 让生命之流做主 第十四章 接受银行家的私人教师任务 学着让生命做主 神伏于生命之流 或者看起来好像一个很大胆的举动 但是事实上 我并没有完全置身于生命的挑战之中 怎么也好 我大多数时间都是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安静地独处 但是还是一个例外 在通过资格考试和完成论文之前 我仍然是研究所的学生 这样表示我还是学校的奖学金领单上面 每个学期有责任要教一门科 不是个体经济学就是总体经济学 我的课通常一个礼拜排三课 每课一个小时 我会先做完早晨和中午的瑜伽练习 然后入省教课 下了课之后就直接开车回来 我都很怀疑自己在那些日子里面 这样走来走去有什么乐趣可说 因为我完全又不喜欢教制 除非学生在下了课之后仍然有问题要问 如果不是我就尽可能避开任何的对话 我穿衫的styler和老夫子一样 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套 长袖牛仔衫配牛仔裤 我将头发往后疏 绑成一执马尾 脚上面不是穿梁鞋就直接打赤脚 这样的打扮在哲学是或者不算极端 但是我是在南方的商学院教授初级课程 是里面被我这样打扮的唯一原因 是我在学生之间非常受欢迎 而这些学生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优异 我本来以为教一门课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极限 我给自己的挑战 是看我可不可以在开车入省教书回家的同事 让心智保持相当程度的静止 要做到这一点 我必须练习在那一整日的很多时刻 维持正心状态 出门的时候 我会在草地上做瑜伽 上堂前就在露营车里做几次呼吸控制连习 面对教室坐满学生 我甚至会暂停一下 让心智安静下来 之后才开始上堂 有一天 我开车入省到学校 深呼吸几次 然后走进去坐满学生的大教堂 不知为什么 我进去的时候 有些学生开始吹口哨 有些是这样吁 我搞了一阵才回到现实 发现我之前做完瑜伽 从我站起身之后 穿回牛仔裤 但是忘记着着衣服 我就这样赤脚 打大赤裂 站在教室那里 这样的情况 没有令我感觉不安 我直接问学生 他们希望我取消今天这堂课 或者就让我走上讲课 开始讲课 全班学生我回答都很一致 就是这样 我开始讲总体经济学 穿没着衣服这件事 抛转脑后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 我一直过着严格的正心生活 我本来应该利用这段时间 准备博士之格考 但是不用我多说 我没有打开过任何一本书 也都没有这个打算 我人生的那部分已经结束了 至少我这么认为 有一天 上完经济课之后 Dr. Goffman就在酒廊上撞到我 想跟我聊一会儿 我脑里面的声音立刻跟我说 我这次糟糕了 他那时候仍然是主任 应该听到没穿衣服那件事 就好像以往一样 这把声又说错了 Dr. Goffman跟我说 他接到一通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 很明显 州政府决定在Gingsville打造一所 佛罗里达州顶尖的社区大学 要达成这个目标 他们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这个人不单只要能够担负教务上的责任 也都要可以主掌务款和财务管理的工作 基于这些条件 委员会已经选定了州里面一位 结出的银行家来担任 新近扩张的圣塔菲社区大学校长 Dr. Goffman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的心致不断在问 他怎么可以跟我说这些话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应该要回家的嘛 我很快就知道答案 看来福罗里达的法律规定 社区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博士学位 而委员会选择的银行家 Alan Robinson不符合这行资格 那么他们决定怎么做呢 找一位有相似学术背景的博士班学生 帮他拿到博士学位 吓人的是他们选择的博士班学生 就是我 我脑里达的声音开始爆 我看着他尖叫 当然不行啦 我怎么可以做这些东西呢 我已经放下了所有东西了 我要将所有时间都放在修行上面的嘛 怎么可能重新把我读过那些经济学的书 拿回来的呢 那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旧屎的了 在这些抗议声中 我记起自己最近承诺要神福于生命带给我的任何事物 我注视的这把声音不是我的灵性顾问 而是我的灵性包袱 这个正是将它赶出掌控者位置的绝佳机会 在这个期间 Dr. Groffman也在等我答案 但是那些我尝试要说出来的 说接受的那些字眼 却拒绝离开我把口 终于我听到自己大声地说 好啊 我很高兴自己可以帮到手 我会担任他的私人教师 那一刻 颗色已经担了出去 这一项伟大的神福实验 真正开始 我不再掌控自己的人生 第十五章 意外通过博士之格考 今生面对恐惧 却收获奇迹 指导Alan Robertson 其实并没有令我的生活改变了什么 我们将课程安排在我每次入省教课的日子 下了堂之后 我会留下花几个小时帮Alan上堂 地点固定在市中心附近的圣塔菲大学旧校区 我们两个组合其实都挺妙的 Alan是穿着三件头西装的成功银行家 我就绑着条马尾牛记粒记踢拖的余家士 我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会是什么人 但原来Alan非常热情 心控开放 对我的帮助都非常感激 这个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尴尬的情形 第一项文化冲击 是关于我的家教服务的酬劳 我跟他说他不需要给任何指导费用我 但他坚持要给 那我坚持拒绝 他就试图跟我讲道理 他是成功的银行家 现在还要身兼大学校长 而我呢 就只是一个靠着每个月250美金过日子的学生 这么说快一点都没错 哦 而且我又的确是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地建自己家屋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臣服于生命之乐的行为 就是这样 不想收取任何酬劳 最后 Ellen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商业为条件 我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 有时候他会来我家读书 我们会一起刷一个很长的布 他乐于了解我的独大生活方式 而在银行家装扮背后的他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很开心认识到他 有几次我甚至接受他太太的邀请 在他们家共进晚餐 我开始将和Ellen之间的关系 视为生命的另外一样神奇礼物 就算我一开始很抗拒都是这样说 Ellen的进步幅度足以应付他的博士资格考 当他提议我都一起去应试参加我自己的资格考的时候 我吓了一条 我对这件事没什么大兴趣 尤其是我们只是准备了我三项主要研究领域的其中两项 但是我神福于他的愿望 我报名参加了两场我们一起准备的考试 并且计划将第三场考试延后 另外再找个时间再参加 如果我真的想要考的话才算 结果接到学校的通知咸的时候 我发现是办公室搞错了 帮我报了三场考试 这一下我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仍然臣服于这个变化呢 我开始观察自己 想知道为什么我对参加第三场考试的反弹这么大 我本来没想到得到学位 所以参加第三场考试有什么所谓 结果我发现我只是怕其他人看到我失败 我知道如果去参加先前完全没有准备过的公共财政学不是 我会死得很惨 失败的可能性困扰着我 也都让内在的声音开始不停吵 不停说如何避开这场考试 这个真是摆脱这部分的我的大好机会 我不再将系办公室的错误视为问题 而是当作进一步舍弃自我的挑战 我决定参加三场考试 也都愿意接受第三场考试的失败经验 前两场考试进行得很顺利 我和Alan针对这两项领域做了很多功课 因此对内容非常熟悉 第三场考试的日子迫近的时候 我为这个无可避免的事件好好训练了心脏的强度 我会昂然走入考场那里 并且乐意地让自己一部分的自尊痛苦地死去 结果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我往后的人生 考试的前一天 我给自己第一次拿出公共财政学的课本 然后带着这本厚到不得了的书到外面 做瑜伽的时候就将本书放在一边 做完一套瑜伽动作之后 我觉得宁静、平和 完全准备好好面对第二天的严酷考验 就好像想看看自己即将会死在哪一把利剑之上 我随便打开了一本书 将摊开眼前的两页看过一次 我将这个动作当成某种仪式地做了三次 然后将本书高高地举向天空 象征自己愿意臣服 到第二天 我很密切地观察过脑里面的声音要说些什么 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即将来临的事情感到很平静 早上做完证心之后 我再次将本书拿下来 随意揭开某一页 结果发现这是我前一天揭开的其中一页 我将那一页上的复杂图表复杂一次 然后最后一次将本书放入书架 那天再晚一点 我将车泊在商学院外面 走进去之前才在车里面静了一阵心 我内心仍然很平静 只有一种坦然听天由命的感觉 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自己通过了真正的考验 我已经证明就算生命给我的是我真心不想做的事 我仍然可以深深地臣服 走上楼到了经济系 是办公室坐你把试卷拿给我 在他手上接过来的时候 我纳了一眼上面的六道新轮题 我至少必须写三题 然后我整个人就呆了 雙眼开始涌出泪水 上面有三道题目 正是我前一天 随便翻开本书三次读到的部分 我真的整个人冻了在 还冻了很久 没办法正常呼吸 那怎可能呢 有发生这些事 以超脱自我作为理由 我臣服了 甘心面对个人的恐惧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 我并不是好像自己原先很确信地跌落地獄 而是被网上拉去天堂 我走入指定的教室 不断写不断写 脑里面的灵感种子仍然很新鲜 我甚至能够复制 并且美化先前看过两次的图表 我交出写满答案的笔记本 然后带着和自己原先期待 自然不同的心态拿车回家 之前拿车去考试的时候 我感觉生命似乎要我自愿 让某部分的自己在这一天死去 但是现在我明白 生命要站在我那边 让他做他应该做的事 我很开心自己愿意冒这个风险 几日之后 Dr. Goffman把我叫进去的office 恭喜我在公共财政学的考试 拿到优异的成绩 来自系主任的赞赏 应该会令我很开心才是 实际上我却感到很惭愧 我很详细地聚述整件事的来龙去墨 然后问我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 Dr. Goffman站起身 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面 跟我说不要再那么欠序 然后他送我离开他的office 第十六章 成为大学兼任教师 跟随无认识什么进入未知 1972年春天 就算并不是出于本意都好 我收了所有学分 通过博士资格考 只是剩下写论文 我知道这个部分绝对不会发生 所以根本你都没有理过 我的正心和瑜伽就是我整个生活 虽然我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 我仍然觉得有某一样东西在阻止我前进 我开始相信解决办法就是练习Cleria Yoga 这是尤加南达教授的一种特殊证心技巧 问题是你一定要上了一年的课 才有资格练习这种瑜伽 我决定问一下五真会 可不可以提早开始练习Cleria Yoga 那时候几乎没有人会寄信给我 就是这样 几个星期后的某一天 同时收到两封信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诧异 一封是来自五真会的 另一封是来自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组织 那我很急想知道五真会的回音 首先就拆开个封信 我一看 心沉不到谷底 因为我要等六个月之后 才可以学习Cleria的技巧 除了放开自己的反应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心吸一口气 打开另一封信 只是立了一眼 我所有的失望一掃而空 信封里面是一张传单 上面用鸡拿这么大字写着 游家南达的全大字 今年夏天 教授Cleria Yoga 我又动了在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过这些人 他们似乎属于加州某个知名的儒家社区 不过他们不可能认识我 或者拿到我住家的地址 我只不过住在Florida森林里面一个隐士 这两封紧密连的信 最后会怎么同时躺在我信箱里面呢 阿施 不要理这个令人好奇的问题 答案是什么 我知道自己这个夏天应该去哪 去北加州一个零修社区 线索已经这么明显 要跟随我的引渡就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在我旗程往西方冒险之前 我那个从此以后让生命掌堂的承诺 会再面临一些挑战 收到那两封信后没很久 Dr. Grafman跟我联络 说Alan Robertson找我 直从我们两个人同时通过资格考之后 就再没机会跟Alan说话了 那我跟Alan联络 知道圣塔非社区大学的新校区已经建造完成 Alan正作为首批学生找教职员 他希望我可以在那里任教 就算用兼任的形式也模仿 我没说话 我绝对没有兴趣在圣塔非社区大学 或者其他机构教书 我唯一的意念是增加自己在灵性上的修行 直到我可以持续融入我在内在发现的美丽地方 我尝试跟Alan说这一点 但是他不想听 最后他说 我不是请求你而是通知你 当我说出以下我不想说的话的时候 整把嘴都干了 Yes sir 我会去那里做兼任教师的 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神福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词 他经常令人联想到软弱和没胆 但是我的情况是 要勇敢到跟随无形事物进入未知 需要我拥有的全部力量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并不是说神福令我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去哪里 不过神福的确令我看清了一个必要的部分 我个人的喜欢和不喜欢 不会引导我的生命 藉由交出那些强大的力量对我的掌控 我得以令自己的生命 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引导 生命本身 在我成长过程的这个阶段 我可以看见神福练习实际上是透过 两个非常明确的步骤执行 首先 捨弃在你头脑和心里形成的 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个人反应 第二 就是带着步骤一产生的清晰觉知 你只要去探尋眼前的状况 要你做些什么就可以了 当你不再被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反应影响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呢 相较于听从个人喜好 跟随那个更深层的引导 会让你的人生走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对于我的神福实验 这个是我最清晰的解释 而这个也都成为我灵性和世俗生活的基础 第十七章 第一次job interview 生命自行开展 我只是顺势而为 我这世人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 除了读中学的时候 放学后走去做跑车技工之外 我只是在暑假打过工 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job interview Ellen安排我和一位课程总监见面 讨论我在盛塔菲社区大学的职位 面试那天 我就穿着平常的衣服出现 牛忌忌忌忌 还有踢拖 盛塔菲市中心校区的风气非常自由 但我不知道由Ellen担任校长的新校区会是怎样 课程总监一开始就问我想教什么科目 我认为应该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就跟他说 我希望教授我学到的那些 跟脑中的声音有关的事情 我想要学生明白 他们不用去听那把不停的声音 他们内在深处有个地方可以令他们自由 我也跟他说 我想要教学生他们自身一个秒数的行星 在太空之中旋转 他们应该好好享受这趟旅程 令我吓一跳的是 他说目前唯一有空缺又符合这种授课内容 是基础社会学 这门课程是所有大一学生的必修科 他们还需要一位教师来教三分之一的大一班级 他解释说 教这些班级就等于在学校担任兼任教师 我接受了这份教职 他把我的第一堂课安排在九月份 也就是新校区正式启用的时候 这一连串事件多么惊人 首先生命跟我说这个夏天要去加州 现在他又跟我说 从加州回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 生命自行开展 我只是顺势而为 我真的不知道九月的时候 我到底要在港门课教些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任何人 更加不用说一整个班级的学生 我的个人自我 开始对整件事感到不安 为了改讲这个习惯 我定下基本规则 在走入教室上堂之前 我绝对不会想过那些堂 和应该在堂上教些什么 我打算以完全空白的心 走入我的第一堂课 我想要好像之前写过一篇期末报告一样 完全由灵感带动 我要直接走入教室 看看这件事会如何发展 灵外在的世界侵扰 开始一点一滴地偷取我的时间 我更加珍惜在自家土地的独处 但是就算我揭力保护我的隐居生活 那些人总是有办法找到我 今次出现的是一个叫Sandy Boone的女孩 她是热冲佛教静心 也很喜欢花很多时间在户外 我不记得她在哪里来 总之有一天她突然就这样出现了 开始在我土地上散步 她很小心不侵犯我的私隐 她只是想要留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 并且在户外静心 我和她本来相安无事 直到她问我可不可以 在我这块地的丁丁那里 起个帐篷静一下心 我不想答应她 但是我又有什么资格阻止一个人静心 最后她更进一步大胆地问 可不可以加入我这个礼拜日早上的静心 一个小时就可以 我清楚记得 我答应她的唯一原因 是我脑里面的声音 非常抗拒这个请求 最后 Sandy开始带几个朋友 参加礼拜日早上的静心 起先只有三个人 然后六个 再来十个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但没有权利阻止事情的发展 当我的客人在楼下聚会的时候 我通常就留在楼上独自静心 就是这样 这个 每个礼拜日早上在Mickey家里静心的想法 就从1972年春天开始 之后成为一项持续了超过四十年的传统 以此同时 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我应该开始准备去加州旅行 我想我会住在自己的路营车里面 在那个零修社区留三四个礼拜 然后赶多次回来上堂 驾车到那里 浪费了我十天 因为我在路上仍然继续做静心的功课 到达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社区的环境相当有田园风味 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很多质迫的小木屋 这里的人看起来 是属于脚踏实地的类型 我立刻就可以融入其中 登记报导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些很特殊的名牌 那些是为想要静默修行的访客准备的 我没有兴趣认识人或者结交新朋友 那些只会干扰我内在的修行 因此 我决定利用这一趟旅行 将自己的修行提升到更严格的层次 我决定停留此地期间 我要保持绝对静默 他们圣堂的区域附近 已经没有多余的露营地 就是这样 我直接把露营车 拍在最近泥土的停车场里 这里就是我接下来 几个星期要生活的地方 把东西安排好之后 我开始在他们的圣堂里面 做我下午的瑜伽和正心功课 虽然我习惯独处 但是我当下就知道 自己在这里留一会儿是没问题的 这些人明白我追求的是什么 会让我自己修行 不会来打扰我 我仍然维持一个星期断食三次的习惯 而吃沙律的时候 我身边也没有其他人 我并不是那种善于交際的类型 不过我倒是参加了圣堂里面的晚餐淨收和货众 事实上 我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东方的货众移轨 由于我在守静默界 因此就没有出声念众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房间那股上升的能量 如果不是发了一个梦 停留这一度的期间 我可以一直持续这样的方式修行 我几乎都不发梦 就算真的发了梦 那些梦似乎都没什么大意义 某一晚 我做了一个不尋常 但是又很明白异明的梦 对我产生深深的影响 我梦见自己 专心一致地收集行线 有意识地将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的前面 就是这样慢慢走 前往一处的洞口 我平安地走入洞里面 一直往我前方延伸的黑暗走入去 等到四周一片七刻 我拿起一根插在洞壁上的木头火锯 点着火 继续前进 我注意到 越深入洞穴 空气就越来越稀薄 我感受到一股强烈到 几乎令人害怕的决心 我要深入探索这个未知的洞穴 直到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我 我开始看到远处有微弱的光 我脑里面没有闪过任何的念头 但我直觉知道 那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逐渐接近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那道光由上而下射入洞里面 越接近光源 空气就越稀薄 我几乎无法呼吸 但是我还是继续前进 这个经验和我在修行的时候 看不到的好似 静心的时候 越是深入 我的呼吸就会圆缓慢 直到最后自然地停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维持那种呼吸状态多久 但是我总会回来 然后戴口喘气 某一刻 我觉得自己走在这个洞里面的感觉 就和我静心的那个阶段一样 我几乎走到了 我可以看到千万纽光线 从上方撒到我面前的石地上面 我觉得自己会因为缺硬而倒下 但是我利用意志力踏出最后一步 进入光里面 那之间 我完全沐浴在原目的万丈光芒之中 我往上想要爬入光里面 但是我双手碰到洞顶的金属围栏 这里没有路可以出去 我个洞里面没有任何念头 我没有发出一声的叹息 怀抱着和先前引领我进入洞里面 同样的港铁决心 我转过身 开始走回头 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必须找到另一条路 第十八章 放开纪律的承索 开始了解瑜伽真正的目的 从那场梦醒了之后 我变成一个人 我的思考方式转变到非常心碎的层次 我第一次质疑 越来越多的纪律 真的可以带我到一心渴望到达的地方吗? 那天早上独自坐在路营车里面 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我通往真正自由的路 比只是要求更严格的约束 更加精妙 那一晚 某个比我更加有智慧的东西 进入了我的心灵 重新整理了我和我自己整个的关系 我不再将底层的自我 和他所有的个人问题 和那些连续剧 视为必须摧毁的敌人 我现在是以全身的理解看待他 我必须利用这些不安稳的个人能量提升自己 我很清楚 这个自我是问题 但也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真的有些同情在我之内痛苦挣扎的那个人 我后来才知道 博家凡哥说人应该利用真我来提升自我 而不是踐踏自我 我以摆脱他的人性为命 一直在踐踏我的个个人自我 而我现在必须学习那些能量 让他在这趟旅程中协助我 我离开露营车 去圣堂的方向走过去 觉得整个人都轻型了很多 也都更为躺开 我感觉想要松开自己 张开翅膀 但是我要先做某件事 自从开始进行心智训练 我就想象自己心里面有一间房 我会把那个个人自我带入那道静心 那间房有个很大的木门 和很结实的玻璃窗 而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从玻璃窗望出去就是整个宇宙 独自坐在静心站上 人可以看到地球飘浮在七黑的太空里面 圆柱則有群星和各个星飘浮在无穷之中 只要Micky一有问题 我就会带她到那个房间冷静一下 我以前甚至会玩着她 将她留在里面 我要她永远安静 永远记得她所有的经历 都发生在一幅飘浮于 无尽宇宙的微小尘埃上面 那天早上 当我前往圣堂的路上停下的时候 我闭上眼睛 打开巨大的木门 进入那个特别的房间 被我留在里面 就在静心站上面的那个人 立刻把我身体停直 随着我越来越接近她 她变得更守己律 更专注 和我以前的严苛态度 截然不同的是 我朝她伸出手 以和善关心的语气说 你可以出来了 随着这句话而来的感觉 令我收惠到现在 因为我竟然以为 这样的修行方式 不过是一种无害的心智游戏 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我感受到一种情绪上的解脱 那种强度 是我从前没有办法想象的 雷水从我双眼涌出来 两只脚完全贪圆 我的心裂开 仿佛发生了某件大事 让我毕生得以解脱 这种孙哲式的释放完成之后 我领不到一件 我永远都不会不记得的事 里面那个我一直注视和评断 我们的心灵 害怕不安的人 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的心灵 是个有感觉 想法 希望 恐惧 和梦想的人 他不应该被锁起房里面 而且不断被要求不出声 有很多更具有建设性的方法 可以处理这些不安稳的 自我中心的能量 不幸的是 我必须透过辛苦的方法 才学到这一点 亲身体验 我觉得自己比好一阵子以来 感受到的更加完整 然后 我记得自己在梦里说过的那句话 我必须找到另一条路 所谓另一条路是什么毫无疑问 我必须学会更加神福 而不是这样辛苦挣扎 我已经决定神福于生命之流 就算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也好 在内在 我必须做同样的事 我需要学习内在放松 而不是辛辛苦苦地 和自己的心智搏斗 脑里面那些声音在说话 不表示我就要他听 或者让他影响我人生的方向 他和我没关系 我大可以不去理会他说的话 尽管放松 我又回归基本 我是那个注意到有声音在说话的人 在这个社区停留的静低时间 我不再保持静默 不是说我变得很见谈 因为我并没有 我只是保持社交上的礼貌 让其他人觉得跟我谈解是自在 我遇见到几位长期留在这里的住民 听他们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旅程故事 而就算我现在正在经历变化 我并未改变静心和瑜伽的功课 这两样不是问题 我才是问题 我打造了一套绝对严守纪律的心理概念 它反而将我拖住 能持不到 静心的时候 我一直透过将较低层次的能量 不断往下压 令自己达到高处 但是这样 其实只是一种压抑 我必须学会引导那些能量往上 而不是将它们退开 这样花了我一些时间 但是我终于开始了解瑜伽的真正目的 如果做得正确 瑜伽是一门导引所有能量向上的科学 直到它们在最高点融合在一起 合一 停留了几个星期之后 我开始踏上归途 驾车回Florida 那个人更加有智慧 更加清明 就算总之已经播下 我也都学到一些非常深刻的功课 我仍然需要花点时间学习 和自己和谐相处 与此同时 我很期待分回到自己的土地 分回到我在森林之中 那间这么漂亮的屋里面的隐居生活 第十九章 接受 接受 再接受 灵性与非灵性之间的线 开始消失 驾车横越美国的时候 我的心志保持在相当平静的状态 但一回到家 我就面临了一行 对我接受的世人的重大挑战 当我驾车穿过森林 进入里面那片田野的时候 本来期待 这里才有个灵静 会像春风那样忽眠而来 没有想到入里面的 却是原句发出的嘈杂声 然后 我就看到 Sandy和我朋友 Bob Group 穿着木杖的围裙 爬上一栋 正在我的土地上打造的建筑物 这就是那种 打死都不敢相信的时刻 我开口问究竟搞什么 Sandy很开心地跟我说 他正在建了一间屋 而Bob就答应帮忙地说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的语气是怎样 但是我提醒他 他将他的房子建在我那块土地上 而Sandy同样都很开心地说 他不会要求拥有这房子的所有权 当他决定离开时 这房子就会是我的了 很明显 他已经把所有的事都想好了 对这部分没有任何问题 我想我最好先回家静一静一静心 然后再来回应 想像一下我脑里的声音 正在不断地说 Dang 他连问都没问过我 就这样擅自做这个决定 我不要我那块土地上有另一间屋 我根本就不想有任何人在 我要另一间屋做什么 世界上怎么会有人问都不问 就决定在别人的块土地上建屋 那把声音就这么说 不过我那时的训练 已经足够让我平静地观察这些 由喜好驱使的心智创造出来的想法 始终如果我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建另一间屋 那把声音就会说 哇奇迹啊 神佳入了 开始和我建了另一间屋 我根本都不用自己动手 对我来说 那把声音说什么无关重要 我打从心底里知道 我根本就不会理他 更加不会被他掌控我的人生 如果我可以利用这个真实的生活状况 在信我的意和 将自己从信我的意的束缚之中 释放出来做选择的话 我想我每一次都会选择释放自己 这是我在这一场生命实验的核心 如果只是剩下喜好问题 那生命就赢了 因此我走回到山丘那里 绑上围困 帮他们建造Sandy的房子 再度建造一些的感觉很棒 我这一次不再是一个生手 而是货真价实的carpenter 我第一次工作和第二次之间的差异很惊人 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样令我感受到一种自信和内着的力量 我不是在那里为Sandy 或者为我自己建这间屋 是生命之流把我放在这个状况里面 在建造Sandy的房子期间 我第一次开始这个仪式 将自己的工作奉献给一直在引导我的无形力量 我并未掌控 但是生命持续开展 仿佛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愿意为古古力量服务 你要怎样称呼他都行 神呀 基督呀 圣灵呀 这些不再只是让人去相信某样事物的名 带着我度过人生难关的连串事件 对我来说是有形而且是真实的 我开始在心里面 将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奉献给宇宙力量 而我想要的就是回到我内在深处那个美丽的地方 如果跟随生命的无形之手可以带我去那里 就这样做了 Sandy的房子很简朴 和我一开始对自己房间的设想很相似 他这间三公尺半高五公尺阔的房子 没有电没有水 里面没有间隔 外场上面的窗窗 只是很简单的用沙窗和塑胶盖住 这房子花六个星期就起好了 几乎没什么花费 但是他就很喜欢这间房子 现在反过去看自己当初的抗拒 我真的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那时候根本就没办法想象自己有多重要的生命经验 最后都和这间房子有关 与此同时夏天结束 开始在圣塔飞教书的时刻飞快逼紧 我遵守诺言 完全想都没想过自己要怎样教那门科 如果我硬是将一切掌红在手中 要怎样知道生命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我带着传言接受眼前即将展现一切的心态 走入我在圣塔飞的第一堂科 在学生如冠进入教室的同事 我让心智安静下来 问自己 你有没有任何值得教给这些学生的东西呢 在心里面 我知道自己拥有的丰富知识 会为这些学生的生活带来乐趣和助益 所以我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 开始悍悍而谈 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那一刻 已经成为我灵性旅程的下一阶段 成为教师 打下了基础 话语自己在我嘴里流出来 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第一堂科说明一下我们在这门科要做的事 仿佛的课程大纲一早就决定好的 这个和我在写过一篇经济学报告的情形相似 只不过这一次 我注视着一股连续不断的灵感之流 转化成为一场动人的讲座 我并没有在做这些事 我只是一直觉察 随处学期进行 同样的情况 一堂课又一堂课地发生 我对于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讲授的事都感觉到很惊讶 仿佛我从学校教育獲得的所有知识 和透过内在静心 和不断观察的脑中的声音 学到的一切 全部都编织在一起 成为一个整体 这门课程的前提集中在一个可能性 宇宙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真相 而人类所有知识 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真相 对这项前提的探索牵涉到物理学 生物学 心理学 和宗教 这些学问说的 全是同一件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以前从来未曾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事情 事实上 我将时间都用来学习 如何不将思考当成娱乐 在我没去做的情况下 每一堂课 怎可能都进行得这么完美 但事实就是这样 一堂又一堂地展现在我眼前 这门课的成功 挡都挡不住 学期一开始 教室里面有20个学生 去到学期末 引数成长了一倍 我记得有一堂课 我简直走都走入教室 里面有20位正式选收这门课的学生 另外有大约40个学生 不是坐在地板 就是站在走廊听课 那些学生不断地带朋友来 我仍然保持心智安静 不希望自己的修行因为这些事情分了心 就是这样 我尝试将自己隔离开 上课时间之前才到学校 一落课就趕快走 也不参加任何教职员会议或学校活动 这样还没什么不妥的 那是70年代 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意识革命 而我教的是宇宙思想 随着时间过去 我的学生和他们的朋友开始在礼拜日到我家参加证心 仿佛好像做不够似的 在聖塔菲开的这些课 也都为另一波极具灵性的事件摘下了根基 这一次和我的博士伦文有关 我先前不断地和Dr.Golfman说 说我的生活已经将我远远带来经济学的领域 我没有打算写博士伦文 就算是这样 有一天他要我答应写一篇东西 什么主题都可以 让他读一下 就当做帮手 我非常敬爱Dr.Golfman 因此就答应他 将这样视为神福的行为 那晚我坐在屋里的地板上 点着了个煤油灯 然后就问自己 我有没有什么可以抵得上这个重大的承诺的东西可以写呢? 我只是花了一阵的时间就发现 自己的确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写 也都很希望令Dr.Golfman读到 生命似乎给了我这个完美的机会 写下关于我里面的声音的事 以及所有科学和宗教背后的同一性 就和我在聖塔菲堂上讲的内容一样 用这个做主题 我心里面充满灵感 就算知道这些不会被认可成为经济学博士的论文 我仍然全心地投入去写 结果完成的东西有出人意料的命运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当中 有位教授请一位出版商跟我联络 不够一年 我的论文就以《尋找真帝》作为名称正式出版 35年之后 这本书在亚马逊网络书店每个月仍然卖出很多本 足够可以向当初将它带到这个世界的神福行为致 这一连串事经的最重要部分在于 如果我当初听从自己的想法 这些一切都不会发生 捨器过人喜好 顺应生命潮流 让我现在成为了木匠 教师 和出书的作家 而内在层面 我也有所成长 我在灵性和非灵性之间 画下了那条鲜明的线已经开始消失 在成塔非教书的时候 体验到的能量 和我在瑜伽和正心之中感受到的能量相同 正心时 那股能量会往上流 将我抬离我的日常自我 而当我站在学生面前 那种相同的能量 会拼发为一场热情真诚的讲座 我不但开始将这些一切 视为灵性能量流 也开始了解 但是入省教书和开车回家 正心这两件事之间 没有什么不同 我去教书 是因为一连串令人惊奇的事件 将我放在那里 我开车回家 是因为一连串令人惊奇的事件 将我放在那里 这两个目的都不是我决定 而是我舍弃自我的结果 慢慢地 我神福的结果 构成了我的人生 我置身其中的生活 是为我建造 而不是由我建造 但是就算是在我最疯狂的幻想之中 我都想象不到 一切会将我带到哪里 第二十章 和监狱收容人一起静心 透过服务他人远离自我 1973年夏天 我住的地方 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变化 就算我没有到处宣传 不过有很多想要 回归自然生活方式的人 相计买了我鄰近很多五英帽的土地 不令人意外 其中有很多人 对于静心和瑜伽都很严重 我仍然自认是一个想要 隐居在森林里的静心者 所以 和这些新鄰居的互动并不多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 午后的散步变得更加有趣 因为 我不时看到各种简薄的屋子 在周遭的森林里霧出来 有个叫Bob Tilchen的人 买了我家屋正后方那块地 我之前不认识他 不过他就热中瑜伽和苏菲主义 个性非常和线 他请了我的朋友Bob Groot 帮他建屋 所以感觉大家就像家人 有一天Bob Tilchen过来找我 叫我帮他一个忙 他就在联合懲教所里面 一个收容人叫Jerry 是北友 那是一个重度戒備的监狱 在Gingsville的北方大概56公里 Bob就答应每隔一会儿 就会去探望这位收容人 但他现在就一定要出声 于是就问我 願不愿意在他离开期间 就代替他去探望Jerry 这个对我来说 相当奇怪的请求 因为我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而且仍然相当保护自己 想要过隐居生活的想法 但是在脑里的声音 say no那时 我口就说 好啊 我完全不知道 一所重度戒備监狱 见一个陌生人会是怎样的情景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我就开车北上去监狱 和年轻的黑人Jerry 在指定的探访区见了面 我们花了几个钟头讨论的主题 和我在課堂上教授的内容相似 他显得相当有兴趣 而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 他已经做了一阵的静心 因此我们也一起进行了一阵 Jerry很感激我这次来看他 也希望我再来 我留意到 除了我和Bob Tillichan之外 Jerry的批准访合名单上 就没有其他人 我们一起做的静心 达到惊人的深度 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 觉得自己被平静淹没了 不知道怎样 自身在这样的环境 触动了在内心深处的某一样东西 还未踏出监狱的大门 我就已经在期待再回来的时刻了 第二次去看Jerry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surprise我 Jerry很喜欢我们的探访 和一起静心的时间 于是就列了一个list 上面有五六个收容人 他们都想要一起聚会 进行团体的静心 我联络了主管机关 发现这样的集会 只能以宗教仪式的名义进行 Jerry认为自己是佛教徒 我就做过禅宗的静心 不就是这样 我就创立了可能在这个 北伐罗里纳州监狱里面 有史以来第一个佛教团体 我们每隔个礼拜 就是礼拜六朝早在礼拜堂聚会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背景的人来说 整个场景就显得相当超现实 到特监狱的时候 我会先通过 双圈式的刀片刺网围绕的大门 再走过两道门 然后行理检查 搜身 之后无奈 各个监狱分区的扩音器 就会传出一声 佛教徒 我从内在深处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注视着脑里面的声音说 我是究竟怎样来到这里的 这个团体每年都成长 而当Jerry被转到佛罗里纳州立监狱之后 我亦都在那里成立了另一个团体 一开始将我放入这些监狱团体里面的 或者是神佛的行为 不过一旦在那里 我就全心全意地投入 每次走入监狱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到 内在的灵性能量流快速增加 和收容的人一起正心 就比我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花好几个钟头正心 进入得更深 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很期待每次的探访 将它当成一种灵性提升的经验 我管理这些团体的方式 和在圣塔菲教书很相似 我不做任何规划 而是让能量讲话 这些人立即就能理解 他们的脑袋里面 有个不停讲话的声音概念 而且很乐于学习 如何让那个声音安静下来 和处理愤怒、恐惧 和强大动力的内在模式 这些收容人全心全意追求灵性的成长 让监狱团体成为我生命中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邻居Bob Tiltram 一个原本令我很抗拒的请求 他成为我之后 和监狱收容人合作超过三十年的体验 这些团体的人成为我延伸家庭的一部分 持续地住在我心底深处某个地方 那个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 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我的心、鸽雀躺开你 我被教导要如何服务 这个不是我只是靠自己 就可以想得出来的事 我整个人原以为 通往自我了五的心路是静心 幸好的是生命知道得更清楚 而且正开始带领我 透过服务他人来到远离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